其實令我最開心的就是透過婚嫁的禮儀 令新郎哥有一個取妻歸唐的感覺 而新娘亦都入門之後成為一加一四人 互相之間的融和就令到有兩個人一加一 就等於二 一梳梳到尾 二梳白髮齊尾 各位大家好我是專業大琴有限公司的創辦人羅勤芳總監 我從事這個行業已經有18年了 主要是在婚禮當日主持出門入門的禮儀 這是多數最多人見到我的工作 除了這個工作之外 在婚嫁禮儀又過大禮搬嫁妝安床到春門入門和回門 這些禮節我們都會主持和帶領 之前的溝通和預備功夫 我們都會為一一位新人去處理和安排 它都是很強大到春門入門的回門 而且在此公開的登假六禮 在香港流行的港式婚禮 第一個禮節是過大禮 過大禮為男家奈起優雅禮品 然後去女家提親 女家受禮後回禮 這婚禮優勢就確立了 更多人就说头发是梵老师 上头那天就帮新娘和新郎哥疏顺她 让他们两个就碌碌提顺 这个就是疏头最重要的意思 接了新娘之后 接着就会做一个敬茶的例子 外府外母喝了杯茶 就是说答应新娘就可以出门 新郎哥就可以带新娘过门 迎亲带队一起带群带队送新娘过去立家 难忘的工作经验都有很多个 其中一个印象深刻一点的就是 一次就是临时叫我去侦察 原来就是新娘的婆婆 就是流离的时间了 她也很想在婆婆离开之前 喝到她一杯敬茶给她 所以去了敬茶给婆婆 但是在我去看婆婆的时候 看护也都带了氧气筒 说实说生命的气息已经是很微弱的了 在我们旁人看起上来 婆婆是听不到 也都不知道发生着一件什么事的 但是第一个形象上已经令我很印象深刻 虽然婆婆在流离的期间 她都一样很隆重地穿上一套裙垮出来 推着轮椅 基本上我们就请新女婿和新娘 就敬茶给婆婆 那婆婆喝完茶之后 她是有眼泪的 在我那刻会觉得 其实我斟茶这一个工作 对家人来说 特别是对这个婆婆来说 是很有意思 特别对婆婆来说 这杯茶是完美了她的一个生命 画范围检是面对潮流进化的一个必然趋势 我们必须是面对的 但是在画范围检里面 我们将那个传统 我们要拿捏住它最精髓 最有意思的地方 将它优化和保存 在演绎的时候 充分发挥到这件事情 那个真正的意思 令到传统文化真正可以 温馴到她们的婚礼 和她们以后的婚姻生活 大琴姐这个行业是很特别的 它没有退休年龄 经验是一个永不过时的里历 我会觉得当我一日身体健康 头脑灵活 我都可以继续做下去 但是当我要面对就是说 我的体力应付不来 但是我经验依然存在的时候 我都很乐意做一些顾客 问下的工作 我老了的时候 看着有一帮很有憧憬 也都做得很好的大琴姐 在市场上活跃着 我想我会很开心 我让她们询听 欢迎订阅 我看着一遍 我让你来打开